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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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了 我们在3.7把它修正 于是我们就欢天喜地地打开3.7 然后发现被骗了 它没有修正 所以我们等一下微秀给大家看说 它是如何再一次玩弄我们的感情 那这个场地的上一场有讲到说 我们可以去做Bug Report 这个是我们觉得说应该要去做一下 要不然的话 很多我们在做C Python他们的东西 在OSCE的那些文字上面符号 当然是可以处理 可是遇到像我们中文的语系的时候 有些符号是不能处理的 然后最后呢就是 相信在场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你会关心断词嘛 应该知道最近的几个月 断词的市场风起云涌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 大家都很关心断词这个东西 MOMPA冒出来 然后CKIP release的新的版本叫CKIP Tagger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有新的一个 比较 让大家看一下 那讲到中文的时候呢 大家都会觉得说中文没有文法 中文没有文法 因为我们小时候学文法的时候 第一堂文法课是什么时候学的 是英文课学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觉得 中文没有文法 我剩出来去讲中文 那像这样的一个中文 如果这样你念的话 你就会念成 宋庆元初造子职 当国家诸文工为事讲文工信长 而知其知识感悟 这个干什么 要念经吗 事实上 古时候的中国人 读书人 他们在去学剧斗的时候 是要学一个东西 什么呢 就是某些符号 古文里的某些符号 就跟我们现在把后文文里面的 标点符号是一样的意思 你念到它的时候 语气必须放缓 而且这个符号告诉你 我的句子快结束了 比方说我再念一次 宋庆元初造子职当国 遭诸文工为事讲文工信长而至 基 基成感悟且鞭次讲义已尽 你就发现我只要把这些词汇 放慢一点 突然间 即使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就是好像变成看一看得懂了 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是什么 古中文有没有文法 有 古中文虽然没有一样的符号 但是他有文法 他某一些字某一些符号 代表着现代中文里面 我们引进了西方变成符号的功能 那就有人敲你去说 好啦 那个算古中文有文法了好不好 那这个现代符号中文是粘在一起的 你不能否认了吧 对 我不能否认 因为如果不是粘在一起 我就不用断词了 对 那个的确是粘在一起的 常见会有三种奇异 第一个叫做组合型奇异 什么组合型奇异呢 就是你看到小红帽 小红帽我到底该切成小红帽 还是小红帽 还是小红帽 还是我都不要切了 就把小红帽当成一起就好了 好 那个 如果对家里没有小朋友的 可能对小红帽比较没有感觉 我们把它换成大老婆 一样的问题 对 在场你就不会去说 我应该是大老是一个字 婆是一个字 你就应该是大老婆 OK 沒有小老婆 那真奇异呢 真奇异就是 这个句子就是两个意思 像什么 美国会派出特使来访 诶 这个句子到底是 美国会派出特使来访 还是美国的这个国会 会派出特使来访 还有一种是交集型的奇异 就是有一个字 它既可以跟前面在一起 可以跟后面在一起 我帮爸妈买了一份超值保险套餐 OK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OOV OOV的话 我就是稍微带过一点点 因为 其实对我们RT卡来讲 我们是一个很奇怪的 段式引擎 我们没有字典 OOV讲的是out of vocabulary 就是说我出现了一个词 这个词超过了 我们段词的 一段词引擎的字典 所以鱼杠里的古今又浮起来了 在场有人知道 什么是古今吗 没有对不对 所以古今就是你们的OOV OK 古今是一种水生植物 所以我们进入第一章 语言学的基础 对语言学来说 我们觉得 现代的文字事实上是 有结构的黏在一起 而且就是像这个二元素这样长下来 所以呢我们从右边看 右边的那红色 右边的三个绿色三角形 三个绿色箭头 就代表说 我们的脑袋里可以接受的段词结果 你把三个字都切开来 每一个符号各自的意思 小是尺寸 红是颜色 帽是一个东西 你要三个切开来 小 红 帽 OK 我可以接受 那再来呢 如果说你要变成小 红 帽 也许会有大 红 帽 OK 我也可以接受 或是你不要切 它就是小 红 帽 三个字放在一起 最高的那一层 这我们也都讲 中文的人就觉得说 嗯 我们本能的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不太能接受 如果有一个外国人跟我讲说 我想把小红放在一起 然后加个帽 我们就觉得说 你好像理解出这个字的意思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从结构上告诉我们说 你把一个段词引擎 如果是小红 帽 这样切的话是错的 这表示现代中文 事实上是有结构的 第二个呢 这个美国会派出特使来访 它是因为 现在中文是有层次的黏在一起 什么层呢 语言层和知识层 你会觉得说这个句子有两个意思 是因为你已经知道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也已经知道 民主国家有国会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 这个句子有两个意思 你可以试着cancel看看 我把其中的意思cancel掉 银河第一帝国会派出特使来访 国会的感觉不见了 对不对 国会的感觉不见了 当然这个有一些做那个词评的 就会说等等等等等等 会不会是帝国词评很高啊 所以你这边国会感觉不见了 那你觉得美国的词评不够高吗 美国词评也很高啊 可是一样被cancel掉了 所以我再一次证明说 这个句子会有两个意思 是因为语言层跟知识层 两个被你的脑袋tangle在一起了 OK 第三个当然就是这个 如果有一个字 两边都可以用怎么办 我帮爸妈买了一份超值保险套餐 还是一样 中文知识有成识黏在一起 这次不是知识层 这次是语言层跟语境层 语境是说你讲这句话的上下文 和你使用它的环境 如果缺乏语境的时候 你这个套要摆哪里 随便你 而且两个都对 两个都对 但是语境一旦进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套是该摆哪里 因为这个COC的关系 我就直接拿 你再做一次试试看看 来做例子 假设今天 这个在座女生或是男生 你的伴侣跟你讲 你再做一次试看看 你觉得你该做还是不该做 这个语境之下你就觉得不该做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你的数学老师跟你讲 你再做一次试看看 要再做一次 老师在鼓励我 对不对 所以发现同一个句子 我是改语境而已 跟刚才那个国会的问题一样 我只是改掉你的知识而已 你不然说 刚刚那个奇异的东西 快不见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中文段词的问题 都是源自于 你无法分辨什么是语言问题 什么不是语言问题 OK 那我们就要做中文段词嘛 我们应该focus在语言的问题 那现在的理论语言学提出了 这样一个句法的解构数 像我这边就下面写个例子 我写一支程式 那这个 这个句法数最有趣的地方是 它最下面有个N 它叫它头 好 头再往上一层呢 它会一个N一撇 再往上一层呢 会一个NP 就这样结束 我们再往上看一支那个地方 CL 再往上会一个CL一撇 再往上一层会一个CLP 结束 或是这个V 会一个V 然后再来V一撇 再来VP结束 它永远都是这样三层的 而且这棵树呢 厉害的是 这棵树跟那个孟姜女那个更夸张 不是说这棵树 这棵树我们搞了70年 这个是我们搞了70年 70年来呢 我们把70年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语言学家什么都不知道 做了61087棵中文树图 现在我们只剩一棵树 但是 现在的语言学家 都不太有那个机会去跟 Data Scientist 或是跟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 AI的Engineering沟通 所以他们在很努力的去 用这个61087棵中文树图 去做各种的Matching 去做各种Training 而不知道说 理论语言学家 我们已经不用那个东西了 所以当你讲到Syntax Tree的时候 你要看你在跟谁讲 如果你再来是跟 AI Engineering 或是在跟Data Scientist 讲的话呢 他心里想的可能是那个Tree Bank 可是如果你在跟一个 语言学家讲的时候 我们心里想的时候 就是有刚刚的一棵树 那一棵树 不只是可以处理 中文里面所有的句子 那一棵树 还可以处理 人类所有的语言 它就是这么Powerful 所以呢 语言学家 这个70年来 我们有得到一些结论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事实上是一个一年半的课程 我们让它浓缩在几分钟 直接把它讲完 所以这边是语言学概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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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略的老人包的语言一批值 语言学有几个假设 所有人类的大脑结构和功能是一致的 我们的结构和功能是一致的 再来第二个 所有的人类具有一样的语言处理机制 所以即使一个小婴儿 它是一个 长的是一个华人DNA 你把它丢到美国去 在一个白人家里长大 然后那个白人家里长的是英文 他就会学会英文 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基因上的限制 让我学不会英文 这种事情 不会 它的语言处理机制 可以让他自由地选择 说我在哪个环境成长的 我在学会这个语言 那再来人类的母语的语言习得 是允许参数的改变 OK 我们这边讲的都是母语 我们在做那个语言的学习 或是语言的分析的时候讲母语 所以如果你拿的是 我国中开始学外文的时候 或是我大学开始学第二个外文的时候 的一些经验 跟这里不太一样 人类的母语是允许某些参数的改变 所有语言的差异是来自于某种参数改变了 参数的变化是有限的 尤其最后这句话的发现 是我们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 确定参数的变化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在有限的变化里面 衍生出 视线上目前已知的所有的人类语言 OK 这个情况表示说 我们以前做了六万多棵树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有没有这个 第七七万棵树八万棵树 我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存在 所以呢 当时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Engineering 就会觉得说 你们语言在搞屁啊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根本就是 变化无上限 我怎么写的成事啊 所以他们就不搞了 觉得我们就失败了 但是我们今天知道说 语言参数变化有限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可以写程式的 以这个动词为例啊 日文的动词 它的这个参数叫做Head Final 所以一个VP 它的Head就叫做Final 后面 OK 如果以中文的话呢 我们的动词是叫Head First 所以它的V就会在前面 我刚刚讲嘛 参数的改变会导致 语言的改变嘛 所以 这棵树可以跨语言使用 中文和日文 我们用同一棵树来讲 我只把V那个地方的Head First 跟Head Final Head Final这一个参数去改变一下 我就可以从中文变日文了 那你刚刚看到的那棵树上 这棵树上的每个节点 都可以左右转一下 左右转一下 左右转一下 就只看说 我从A语言变成B语言的时候 我是拿几个点要转 转一转就可以变成这个语言 OK 这个是语言学在处理Machine Translation的问题 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真的 就这一棵树就好了 那想说 诶 这东西这么好 因为不好意思 语言学大会计程式的没有几个 那这个快结束了 这个 语言是有内部结构的 是我们知道的事情 那语言的内部结构 是可以用规则处理的 这也是我们知道的事情 那语言的规则的 这个总量是有限的 当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得到的结论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 有点嗨的感觉 那不如我们来挑战一下 这个 一直做不好的中文段词吧 开发 我没办法 因为不是我的东西 我没办法 OK 那这个青年之后呢 我们就是把刚刚那件事情想清楚了 觉得说 我们应该可以做自己的中文段词 所以我们就开始用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中文段词 对不对 中文院搞了三十年都没有搞好 你要搞多久呢 我也不知道搞多久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做计划 实作的时候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棵树图嘛 对不对 它有一个词性在 也就是说 我断词的同一时间 词性就决定的 这跟training的不太一样 training在断词的时候 是做一次的training 它的POS 就是它的词性是做另外一次training OK 那我的词性跟断词是同时发生的 那我用结构解决表示说 我只需要结构就好了 我不需要大数据 而且我的结构就是一棵树 跟那个魔界一样 One tree to rule them all 那除了断词以外 我们还会标向那个磁性引擎嘛 有这个磁性标记之后 我就希望说 这个延伸可以用RE来写 OK 结果写一写之后 发现说真的好快 才三个月而已 就写完了 那这个股东也觉得 好吧 三个月那可以接受 三个月写完之后呢 遇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呢 我们没有做training嘛 所以我不知道说 这个断词引擎 到底适合哪一些文本 我们就试试看看 先拿了一个比较正式的 口语的文字记录 反显说这个 40年前的这一天 台湾关系法通过了 为台媒关系开启了新业 切得很好 不但上面切得很好 下面的磁性标记也 标得很好 OK 那更让我们自己 surprise的是说 哇 它居然分得出来 关系法跟关系业 它一个是law 一个是religionship 如果你用的是那种 字典base的那种 中文章子引擎的话 它可能就会说 这篇文章里面 这个段落里面 出现了两次关系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因为它出现一次关系 另外一次是关系法 OK 就像我的栏字里面 有一颗苹果派 跟一颗苹果 请问出现几次苹果 一次苹果 因为另外一个是派 另外的苹果派的苹果 是一个修饰的形容词 它不是名词 OK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做不好的话 你要做后续的说 我的AI可以理解 人类的这个 现实生活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会算错 因为它只能用符号去比 只用字典去比 你告诉它说 我的栏字里面 有一个苹果派 跟一个苹果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 你有两个苹果 OK 所以 OK 我们试了一个 正式口语的文字记录 当然切得还不错 我们还试了馆长的这个记录 馆长现在也是有株字稿了 日常口语的这个文字记录 里面除了我们这个 以思维的事业的关系 我们拿掉了馆长的亲切问候语 但是 它的口屁 我们还是可以处理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口屁就是 那棵树完全放不下 它在前面冒了一个 像长的一个包包一样 OK 前面就是一个 OK 而且那个 跟青春痘一样 冒好几个 然后才开始讲后面的字 OK 这个太好了 这个结构竟然也可以处理口屁 这是我们一开始始料未及的 接下来我们用比较这个 新闻的文本来测试 它是一个结构 比较完整的书面语 通常前后文会有一些关系 那事实上可以 然后我们也试了 不止八卦版 我们试了VT上各种奇怪的 各版啊 或是那种 充满仇恨的 正黑版什么的 八卦版来试 太好了 它即使连不懂的字 它这个标个OOV 它也会觉得说 这里好像应该有一个词会出现 它跟前面没什么关系 它跟后面没什么关系 它就把它标成OOV 而且 虽然它说它是OOV 它要推测 它应该是个实体 所以它就标entity OK 所以这里面是两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标记的时候 有一个双系统 就是告诉我 你到底知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所以我说是OOV 那你猜它是什么东西 我猜它是entity 它就要这样标上来 OK 它是一个结构 比较自由的一个书面语 那这样做完之后 我们讲说太好了 我们试了好多好多东西 然后都可以用 然后我们也偷偷地去试了一下 那个CKIP2005年的 SICCOM的那个Benchmarking 我们得到的分数是92.55 92.55 你就觉得很高吗 CKIPTAC刷97耶 对啊 我们一开始想说 对啊我们怎么还那么低 92.55而已 我以为应该会拿个满分的 结果呢 我再去看了一下 它的里面内容 我发现说 不对啊 它那个标准答案 就有前后不一的问题 也就是说 好像是我们拿了一个班上 得分最高的那个人的答案 的考卷 考卷答案 来当作标准答案 然后全班通通跟它比对 这有问题耶 它是全班最高分 不表示它拿满分 它管包全班最高分 它只拿70分 所以呢 你越靠近70分 不表示你的分数越高 那我们真的去请了一些 那个 请了一个 语言的硕士 来把那一万四千多个 SIGNA里面的一条 逐条比对 逐条比对 逐条比对之后我们发现呢 大概啦 这个你的量率F1 measure 应该是在93到94之间 就是顶天了 如果超过94以上的话呢 只表示一件事 你overfitting 你一定是train到过头 才会拿到那么高的分数 OK 这个东西 我就是现场就讲一讲 那那个 因为我怕拿出来 听说跟中医院 尤其是这中医院 听说跟中医院做对的 都没有好下场 所以我就没有留slider OK 就讲一讲就好 OK 那我们没有那一件字典 对不对 那一件字典 只是用结构 只是用结构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他有时候犯了一些错误 好可爱喔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 对他有attachment了 那个我们有一个贴纸在发送 这个贴纸上是一个小孩子 那个小孩子看不太出来 是男生还是女生 因为我们那部 对阿丽卡 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 有一些争执 但anyway 我们会觉得他像小孩子 是因为他犯了某些错 会让我觉得说 他好像是那种 没有知识的小孩子犯的错 比方说他正确断出了一个 饺子包高丽菜 包是冻子吧 没问题 OK 然后呢他要把另外一个贴错 面包牛奶 因为他没有知识 他不知道不好意思 noodles不能够pack milk 面不可以去包的牛奶的 他不知道 他就把这样贴成一样的东西了 那我们就想啊想啊想 他虽然是个错误 可是跟以往用统计学习 统计方式也好 用继续学习也好的错误 有什么不一样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有意义的地方 在于我们的错误是可以被解释的 当你发现统计上的那种出来的断词结果 欸这不对 你怎么办 你只能说 可是我的全力地下就是长这样 对不对 那为什么长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要拿掉哪一些之后 它才会变好 但我们现在知道说 你这个地方会搞错 所以我该怎么去做 我只要教你面包 是个东西 它不需要分开就好 OK 类似的词我们找过了 还有营养 还有牛排 有发现说 好多的外来字 竟然都有这样的结构 那好多的外来字都有这样的结构的时候 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入我 所以我们总共有三个入我 一个是句法的入我 一个是词汇的入我 还有另外是我们人民的入我 OK 我们这三个入我 就得到了我们的92.55这样子的高分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说 原来我们用句法结构来去做断词引擎的时候 它的错误变得 具有可解释性 错误具有可解释性 就表示说它可以被改正 而且几分钟内就被改正 然后另外一个可爱 另外一个可爱的是这个例子 说借六百万的养老金 然后呢 他把它切成养老金 我看了看之后 我不能说他错 因为阿迪卡认为老金是个人 他把它标成一个人 所以我去借六百万 然后养老金这个人 对 好像不能说他错 对不对 那我们人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知识 所以我刚刚讲的时候 你的知识跟Lemits分开的 你的知识知道说养老金就是一个funding 所以它不是养老金这件事情 OK 那这些事情让我们更深入的去思考说 这个阿迪卡好像可以做的人工智慧 会像以往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我们回想一下 人的智慧 人的幽默是从何而来 幽默是一件很高深很高深的智慧行为 OK 事实上是两种这个结构的奇异 像这部电影里面就有讲到 就是那个 那个机器人在跟他开玩笑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把你幽默指数调低 对不对 那幽默指数调低呢 这个句子魅力无穷 我们在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 他就是魅力和无穷嘛 对不对 用这样的结构 可是我们阿迪卡切错了两种结构 他说也有可能是魅力无而且穷啊 如果这个人的特色就是魅力无穷 OK 对阿迪卡来说他觉得有两种可能 结构上是可能存在的 我们只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说 我们取左边那种结构 对不对 当这两种结构出现的时候 我事实上可以在中间加个ratio 80% 20%好了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我们人讲这句话的时候 都是那80%的意思 但是如果说今天在某种contest 某种casual的情况之下呢 我机器人可以跟我聊天 对不对 我刚才讲说 我觉得我今天真是魅力无穷 他回我说 对阿你这次很穷 他就是拿刚才20%的东西 来跟我开玩笑 OK 这样子的AI是有幽默的 我会觉得他表现的是一个强人工智慧 而不是一个普通的 现在week的人工智慧 那我们就进到今天的RE RE就是这样子 我们刚看了一个句子 就是 今天台北中下的东路很热闹 我看他这个中下的东路的时候 我想 用RE来抓URL 好像很简单 URL是网址 那我想抓地址可不可以啊 应该也不难吧 所以呢 而在场的人都知道RE嘛 都知道齁 但是我们为了不知道的人 很快地解释一下 RE有两个功能 应该是要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他回传的object不太一样 一个叫findeter 他回传的应该是一个iterator 另外是findout 他回传的是一个list OK 他们必须要回传我 一样的东西才对 比方说呢 这是配上3.5 我把RE module 拿进来以后呢 我有一个test pattern 我想抓这个句子里面所有的数字 反斜d是digit的意思 OK 然后呢 我就用 因为他回传我是iterator 所以我用list来看一下 findeter 我用这个pattern去抓1 2 3 他应该回我什么东西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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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答我就是1 2 3 他抓到这三个legit 对不对 OK 那同样的如果我用findout去找呢 findout去找呢 p-a-t去找1 2 3 他回我就是一个list 1 2 3 太好了 所以这个finditerator 跟findout 应该回我的内容是一样的 只差一个是iterator 一个是list 这样子而已 OK 那我就这样去找了 就找了一下 因为我要找地址嘛 对不对 地址是不是常常出现什么 几楼几号 对不对 或是几号几楼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pattern 就是find 反斜d就是一个数字 加上楼 或是几号几楼 那那个楼刮后起来 加过问号 表示那个楼可以没有 好 结果下一早 找4号的时候呢 他的确回我4号 但是我用findout去找的时候呢 他应该回我什么 4号吧 他回我是空的 怎么会不一致呢 好好的一个r1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所以我们就马上来试试看 这是python5 这个python叫做 1 抗5 还有 反斜d low 或者是 反斜d 好 而你也可以是几号 几楼 几楼 ok 然后呢 我问他去找 去找4号 这应该回我什么 4号 的确找到了 因为他在 这个地方对得到嘛 ok 好 一样这个pattern 空的 空的 那 那 然后呢 我问一下我的同事 我同事就说 你 大叔你为什么还能拍到3.5 我们都用3.6了 这样子 对不起 是我用太久了 好好好 我改用3.6 是 这是3.6 一样的pattern等于 对不起 幸福小阿姨 翻斜d的楼 或者是 翻斜d的 几号 几楼 一可 又可五 ok 我让他去找 这个pattern去找4号 的确找到4号了 我就蛮心欢喜的想 哦 应该是我这个过时的老人家 没关系 我可以马上来试试看 这个pattern去找4号 又是空的 老板 你这阿姨有毛病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全公司停工 为什么要停工 因为我们 有很大很大量的运算 是压在阿姨上面的 而我们不能够提供客户一个 稳定可靠的结果 我们要找出原因来 我们整整停了三个礼拜 整整停了三个礼拜 然后去追追 我们先追自己的扣 因为这个 反攻租籍嘛 想说这是自己中错了 OK 没有错啊 真的没有错啊 然后才在这个 3.6的阿姨的这个 里面找到这句话 他说这个fine all 如果说他有两个可能性 而第一个 找不到的时候 他会出错 这个东西不该放在套 应该放在第一段才对 好吧 如果你会出错 应该放在第一段才对 你知道我们在网路上 有多少基础建设 压在阿姨上面吗 对不对 但是他很让我们安慰的 讲一下句话 this is changed in Python 3.7 太好了 原来3.7就没事了 好吧 好吧 那我们公司就全部上3.7吧 OK 这是3.7嘛 对不对 我们再试试看看 import 1 然后呢 他说他的pattern就是 compile 如果你第一个找不到的话 你的第二个 本来会找不到的东西 再上一期是修复的 所以呢 我这边就用 我和 find it I'll just test the patent to word 他就找出了 第一个的确是找不到东西 然后呢 第二个找到了一个to 第三个找到了一个word 这个问题就跟他之前讲 会出错的 没问的地方 不太一样了 我们就相信 3.7应该修好了吧 对不对 公司复工 然后改用3.7 然后呢 又过了一个礼拜 某个礼拜五的下午 所以大家准备已经看到 收工的时候呢 我们就试试看这样的东西 很些低 楼 很些低 好 很些低 几号几楼 你这个几号几楼可以没有 然后呢 find it 用这个pattern去找4号 诶 找到4号了 太好了 然后呢 我就想说那find o 应该没问题嘛 对不对 既然上面都踹过了 是没问题的 ok r1的find o 如果用testpattern 的话去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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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你修好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一个血泪的分享 就是请各位 如果你要得到一致的结果 请你暂时先用find iter 我们已经在努力去找出到底bug在哪里 因为我们刚刚上一场演讲有提到 我们希望可以提出一个bug 可是我们提出bug以前 我们更希望是把solution is ready的 ok 告诉他说 这个bug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目前try到的进度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如果你的前一个字是 ASCII的code 然后下一个是non-ASCII的时候呢 这种bug就会冒出来 那不就是完全在搞我们讲中文的人吗 对不对 好吧 这个东西又过了一礼拜之后 我们就把它修好了 然后我们就全部的code 改用find iter 做出来新的东西 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跟其他段子已经猜在哪里 我们先重新审视一下 到底中文段子是什么东西 Literature Review 跟写论文一样 第一段就先把Fuguba搬出来 Fuguba他在IT Home的slide里面讲过 他说 让电脑把词汇 以意义为单位切割出来 然后Fuguba就开始写了一堆 结巴的东西 但结巴是基于统计方式 做出来的段子结果 他给的是资料分布 和符号相连几率 不是意义啊 在座应该很多人写过论文 对不对 如果你在chapter 1的时候 写了某个定义 从chapter 2开始 就完全忽略那个定义 你这个学位是拿不到的啊 OK 但是彭文正应该不会对你怎么样 OK 那我们就把它重新定义 把这个电脑的词汇 用句子结构上的意义 作为单位切割出来 我为什么可以讲句子结构啊 因为我刚刚讲了 我们有一个句法数 所以我们就开始比较了 结巴 一如往常的 表现非常的糟糕 这个昌米词 昌米词是这样子 我们希望他尽量 可以把国关中心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因为国关中心是一个单位嘛 对不对 所以结巴管就弄得不好 那这个旧的 网路上的CKIP的话呢 也不是很好 新一代的 最近几个月冒出来的 梦爬 还不错 他把国关中心合在一起了 那CKIP CKIP 对不起 也是最近release出来的 他也是可以把它弄在一起 那就觉得太好了 跟我们的结果是一致的 OK 这一关要把国关中心连带起 穿过关 所以结巴跟旧的CKIP 就直接摆摆了 再来这个交集型的提议 我想过而过过的日子 这种句子对这种 任何要做模型的音来讲 都是一大torture 为什么呢 请问如果我要做到 它统计上具有显著的意义 会影响到我整个模型的表现的话 它量要够多吧 这种句子能出现几次啊 没几次啊 对不对 所以遇到这种形容的时候 好像都不是很好 那那个结巴当然就是 我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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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日子 我们就只能猜 也许它的training data里面 有神交侠侣吧 不然怎么知道过而在一起的 OK 但这个CKIP 旧的GIP都完全就是错了嘛 对不对 再来这个MOMPA的话 这有点不太知道 你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OK 但我们知道CKIP的猜口 这个结果还不错 对不对 那我们来评观一下 到底这一关怎么算过关 这句子有两个意思 我想过 要去过 过而过过的日子 我曾经想过这件事情 OK 或者是我想要去 过过 过而过过的日子 这句子有两个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的这个output 只能够抓其中一种意思的话呢 我顶多就给你50分 OK 那我们的artica是有能力 可以解决当中意思的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看过很多嘛 artica其实底层 它都会给两个意思 只是我们现在 所有做的那个服务 我们都先挑 大家能接受的那个意思 先up出来 OK 可能大家还没有办法接受 你在做断词的时候 你的断词的结果跟你开玩笑 哇 公升球 好 再来呢 另外一个是这个PoS的转品表现 中文有一个东西 也是那个 恶名昭彰 就是说 什么时候一个好好的词汇 它会词性不一样 努力才能成功 这个才能是什么 Can 对不对 努力 然后就Can 成功 OK 或是努力Will 成功 不管是Can還是Will 它的意思都是一个modality 它就是情态动词 那另外一种是 它的领导才能很突出 这个才能是什么才能 Talent 它是名词啊 也就是说 如果说像杰八这样 两个都标动词 一定有个错 或是像CKIP 两个都标名词 一定有个错 或MOMPA 两个都标一模一样的东西 也是有一个错 但是Articar可以这样标出来 它发现说 努力才能成功的才能是model 它的领导才能 很突出的才能 它应该是个很像名词的东西 它做得到这件事情 它做得到的时候 我们也自己想 它做得到啊 挺厉害的嘛 OK 再來是这个NER NER 可能在做段词 比较不熟悉一点 它叫做 命名实体辨识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个名词了 这个名词 是不是可以告诉我 它是指世界上的什么东西呢 这样子 那这个CKIP Tag 我们就不要管那个捷疤跟那个 旧的CKIP 那个就在这个领域完全是出厂的 那CKIP Tag 它就 我给它两个例子 一个是复活岛北方 200公里处发现失事残骸 请把这个句子里面的名词 有名字的一个实体告诉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告诉我200公里 也不告诉我复活岛 但是这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那我把复活岛拿掉嘛 你觉得200公里都不给我了 这种不一致 会让我们后续要开发那个AI的时候很困难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句子要讲到什么程度 你才会理解说 我讲的那个东西是存在的 另外一个呢 是像越南盾和印尼盾 一个跟我说是Product 另外跟我说是GPE GPE就是政府单位 这也是很讨厌的事情 如果说我今天正好在写 搜集了一大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面通通都是在讲 这个东南亚的金融的情况 然后呢 我要做后续的应用 我想捞出所有的Product的时候 你会告诉我所有的 越南盾 我期待你会告诉我所有的印尼盾 结果不是 因为你的印尼盾不是标准Product 所以你不会抓出印尼盾来 那我的程式不是很难写嘛 对不对 或是像这个句子 韩国瑜伽老师教韩国瑜 加兰尊者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一个说是韩国 另外一个说是韩人 不管怎么样的事都是切错的 所以对NR来说 中文的NR不是一个 适用于用TC学习来解决的问题 因为它缺乏一致性 会让你后面的应用很难写 那这件事情 Articar怎么解决呢 我们不做training 我们直接去接 我就直接去接政府的open data 它如果有这个字就有这个字 没有这个字 没有这个字 所以呢我们的正确率是百分之百 或者零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嘛 对不对 OK 就直接这样接下去了 所以呢 如果你的NLP 需要用到中文段词 需要用到POS 需要用到NER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说 我的方案呢 这个有95%的中文段词的CBS的正确率 我券出来是这样的结果 有93%的POS正确率 以及80%的NER正确率的话 你就发现说 你的服务的基本良率就是这样子 你会觉得这个70.68这个数字 很接近你使用的Siri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trans出来的嘛 我怎么提高它 NER的地方 我优先先取得你的联络人 好不好 你会觉得好像比80的高一点点了 OK 那对Artica来讲 因为我们的是 断词跟POS是同步完成的 加上NER就是 完全是找答案而已 所以呢 它就是你的CBS里面 如果说切对的话 POS也会是对的 OK 所以这CBS跟POS 一个是92.55 一个是100 那NER的话就是刚刚讲嘛 我们直接去对答案 奇怪 都有人政府整理答案给你 为什么不对呢 你还去刷什么东西 所以 如果说你只要把底层抽掉 换用Artica的话 你的良率会大大的提升 直接往上提升起来 那大家在看很多 Machine Learning的东西的时候 会看人工智慧的发展简史 都说1950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想用符号逻辑 来去做这些事情 结果失败了 对 1950年的时候失败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以为有6万多棵树 但是那时候的失败 不表示今天还会失败 至少以NLP的这个领域来讲 我们现在知道的树长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知道原的规则长什么样子 我们不会失败 OK 那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在讲而已 这边有一篇文章是 中文分词十年又回顾 为什么要叫个又呢 因为2007年的时候 他们写过中文分词十年回顾 OK 那十年前他们做的事情是 用统计方法来算 这个几率的断词方法 好像没有什么 是有改善一点点 可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上升 那2017年的时候说 我们用机器学习方式 好像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 为什么没有明显的优势呢 因为我们耗费了很多的能源 在做training 然后就上升了一点点 OK 那我想是说 至少以学界来讲 这两个方式都 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的情况 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用Rural Base 再来呢 我们刚刚讲是学界的 这个是在务实的领域 这个贾文杰先生呢 他是98年的 人民日报 语料库的高级研究员 360的受讯性分辞 以及列报移动自然原处理部门负责人 他自己讲说 他这么多年来的工作经验里面 一直很懊悔 如果他再多懂一点语言学的话 也许他的工作表现 还可以更进一步 你都做到负责 你还要更进一步 OK 再来是 除了这些事情以外 在清华的AI研究院里面呢 他就成立了 他说 清华大学已经觉得说 我们用Machine Learning好像不太够 希望可以再往前进一点点 那往前进一点怎么进呢 你要回去 从基础研究院开始做 OK 那大家都觉得说 中国好像AI很厉害啊 对不对 我们都跟他后面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Data好像不用钱一样 对不对 政府会帮你收集好 对 但是我们不像不用这样子啊 因为我做完全不用Data 包括你用我的Solution的时候 我不用拿你的Data 你就可以拿去用了 那我们Atika是唯一一个 用语言学会怎么没有 有另外一间外国的公司 它是跨国企业 它叫Bitext 它们一样是用RAW-based的 除此之外呢 加州大学的耳丸分校 它们成立了一个全新的 语言科学这个学系 它叫Language Science 它们想探索说说 语言学加上电脑科学 加上其他的Calk Science 把这些基础科技结合起来之后 能不能做一些新的东西 那最后这个试炼就是 你的模型超胖 Your model is so fat 对 我们拿这两个 我们拿这两个来比比看 左边的英文在出厂的 这个选手呢 是CKH Tagger 它在i7 7500 3.4G HZ的CPU 还有32GB的RAM上面跑 右边呢 这是我们的RD Card 它就在这一个小小的RPI0上面跑 它只有1G HZ的CPU 而且只有可怜的512MB的RAM OK 跑去这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句 你的模型超胖 跑完了 0.0852秒 有点干 我们等一下是KIP 做完了 0.5149秒 这么大的差距 我们给众议院40年的Founding跟时间 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 跟那个Epic那个Battle一样 Who won? You decide OK 所以朱军啊 我们已经把NLP的这个基础问题解决了 我希望 可以鼓励大家 就站在我们肩膀上 我们现在真的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在自然源市场上 做到全中文世界的领先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感谢Peter Wolf给我们也这么精彩的一个演讲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听众问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等一下到外面找讲者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